欧洲小国瑞士是众所周知的中立国 但这样的中立国地位是靠实力争取来的 所以长久以来瑞士不仅盛产巧克力和钟表 在武器研制上也是颇有心得 上世纪70年代初 瑞士莫格瓦公司开始提出 研制一种模块化程度很高的轮式装甲输送车 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构想 当时能意识到轮式装甲车未来大有可为的国家并不多 1976年 这款装甲车的原型车正式出现 瑞士将其命名为皮兰哈装甲车 皮兰哈意思的意思 就是产于巴西亚马逊河里的食人鱼 所以该车也被称为食人鱼装甲车 该车采用模块化的设计 因而具备了易于生产和维护简变的特色 相对于使用方而言 模块化的概念允许相对便宜和简单的创建 能够满足多种不同要求和任务的车辆 它可以在各种装甲车辆转换 到目前为止 已经发展出了4×4、6×6、8×8 以及10×10四种主要基本车型 在更换不同模块之后 可以在装甲输送车、步兵战车、自行排击炮 装甲抢救车、装甲救护车、装甲指挥车 反坦克导弹发射车、自行高炮 以及防空导弹发射车等各种型号转变 自服役后 食人鱼装甲车就凭借其优异的性能 在意识间里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 第二年 加拿大就向瑞士购买了该装甲车的生产许可证 生产当时主要的6×6型 截止至1981年 就已经有7个国家订购了食人鱼装甲车 这一代也被称为食人鱼1型 1980年 瑞士为了满足美国海军陆战队 对未来装甲车的需要 特别推出了食人鱼8×8型 这一代被称为食人鱼2型 进入到90年代后 根据以往在南斯拉夫战区维和的经验 莫格瓦公司推出了食人鱼3型 8×8轮式装甲车 这一代也成为了最经典的一代 由于现役的食人鱼装甲车 大多是食人鱼3型 本期视频我们就主要了解一下食人鱼3型 与之前的型号相比 该型的车体进行了重新设计 长度都有所增加 整车长度为8米 宽2.99米高2.34米 战斗权重达到了33吨 提升了车内空间和载重能力 车体装甲也由军制装甲 改为了全焊接高硬度装甲 车体外部设计成 愣角分明的结构 相较于早期的圆滑车头版本 这个版本愣角分明的设计 可以更加方便加挂装甲 也因此 它可以在全焊接高硬度装甲结构外部 再额外加装附加装甲 或凯夫拉装甲 这种设计能让这款战车的正面 最大防护能力达到北约标准的第五级 也就是车头正面 可抵挡30毫米穿甲弹的攻击 而车体的侧面装甲覆盖率也超过90% 可以抵挡14.5毫米口径穿甲弹的设计 或者是155毫米口径 榴弹爆炸破片的杀伤 基本上在500米的距离上 可以完全抵抗住重机枪子弹的攻击 除了车体之外 其底盘的防御也做了优化 施恩于装甲车的底部设计成了微型车底的设计 这种设计可抵挡10公斤装药的反战车地雷的爆炸攻击 因此其底盘对地雷和急躁爆裂物的防护力 也达到了北约标准4A4B水平 整车的防御能力达到北约标准的第四级 此外 该型的车体还融入了雷达和隐身设计 在车体材料上 除了需要抵抗攻击的钢制装甲之外 也大量的采用了嵌入复合材料的轻量化全钢焊接装甲 这种材料能提供更高防护等级 配合让独特的外形 既可以减轻车身重量 还可以抑制雷达信号和热信号特征 对于野外作战或者说夜间作战来说 这一点是非常实用的 该装甲车悬挂装置为油气弹簧悬挂装置 这种方式可以调整整车高度 抚养和侧倾角的能力 轮胎采用直径较大的宽防弹轮胎 每个车轮借有独立式液气压避震系统和主动刹车系统 并配备了中央轮胎冲气系统 这个系统能在30秒内完成轮胎的冲放器操作 之所以配备这个配置 是为了应对沙漠环境下的作战需求 也是为了吸引潜在哪家的兴趣 驱动方式为全轮驱动 全轮转向设计 转向机构为最新的三轴转向系统 最小回转半径仅为15米 发动机采用一台美国底特律公司的6V199TE-21柴油引擎 最大能输出644匹马力 通过爱立逊公司的MT653型自动变速箱进行动力输出 操作档位有5个前进档和1个倒档 驾驶员通过方向盘进行操纵和驾驶 最高速可以达到100公里每小时 通过车内的油箱可以实现550公里的续航里程 车上还配备有一对螺旋甲 可以进行水路武装球渡在水中除用车轮滑水外 还能使用螺旋桨推进器驱动航行 其水上航行速度为10公里每小时 因此 诗人鱼五行装甲车具备了水路两栖的能力 这也是这款装甲车在早期极为吸引人的地方 在武器配置方面 诗人鱼在车顶设计了主动防护系统 这个系统由雷达探测器 以及两具榴弹发射器和光电侦搜球组成 可以拦截全方位来袭的火箭推进榴弹 或反装甲导弹的袭击 除了这些防御武器之外 也可以额外配备炮塔和武器战作为主动攻击火力 例如可以配备一个双人武装炮塔 搭配火炮进行火力输出 火炮可以根据战车的任务 选择30毫米 40毫米 90毫米 105毫米 甚至是120毫米火炮 不过目前所展出的诗人鱼步兵战斗车型中 其武装配备除了7.62到12.7毫米口径机枪 和遥控武器战之外 只公布了安装MK44 30毫米口径 或40毫米口径火炮的版本 更大口径火炮的版本 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公布 自诗人鱼三开始 诗人鱼装甲车正式成为了适应 21世纪作战需要的陆战装备 加拿大、美国、英国三国 都对诗人鱼三给予了高度关注 很快就购买了诗人鱼三的生产许可证 这些国家在引进以后 分别在此基础上 于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 改进出了更高级的版本 其中加拿大改进出了LAV三型装甲车 美国则改进出了著名的斯特赖克装甲车 而目前已经有超过16个国家 服役这一系列装甲车 以及其改进版本 值得一提的是 巴西也曾购买了30辆诗人鱼装甲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也算诗人鱼回归故乡 因为诗人鱼本身就是来自巴西亚马逊河 但其实巴西购买这型装甲车 是有其特定的考虑的 2007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市 申办2014年足球世界杯成功 紧接着双喜临门 2009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市 再次申办成功了2016年奥运会 但在巴西人欢喜的同时 治安将会是里约热内卢 能否成功举办运动会的软肋 长期以来 巴西黑帮盘踞在平民窟为非作胆 在2010年到2014年的几年事件里 巴西政府每年都会出动大批军警 对犯罪分子进行倾角活动 由于犯罪分子囤积有大量武器 需要专门的装备来执行任务 2010年 巴西出动了包括M113装甲输送车 AAV7两栖运输车等多种履带式装甲车 但是它们并不能完全满足任务需要 到了2011年 巴西开始出动石人鱼装甲车 参与行动的石人鱼在车体前部特地加装了冲撞计 以便鱼铲除路障 破坏建筑物 车顶加装了防盾 防御从高处射下的枪弹 事实证明 石人鱼非常适于这类拆迁维稳任务 众多毒贩们也是闻风而逃 由此经验后 世界各国军警恐怕都会加强轮式装甲车的运用 作为永久中立国家的瑞士 其武器装备技术一直都处于比较前沿的水平 作为一个地理面积并不是很大的国家 能研发出这种被世界各个大国大量采购服役的战车 其军工实力确实让人刮目相看 好了 关于石人鱼装甲车的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介绍不足的地方 欢迎来评论区讨论留言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